我是這一場的講者 那我主題是階段中的外星生 科目學王 所以我主要是介紹科目學這個人 那關於我的話 剛剛沒有講什麼開場子 沒關係 這十二點開始 那個關於我的話就是上班就寫完夠 然後下班寫科目學 所以今天沒有那麼特別的東西可以講 那這個是那個一層上面原本的轉檔 不過當初那個投稿的時候 就是列比較多 就是因為這次只有三十分鐘 所以就是後面的Macro跟那個4-step 然後2-9可能會提到 那就是在講科目學之前我想問一下就是 有多少人聽過Lisp這個語言 其實還蠻多的 Lisp是一個蠻獨老人的 然後它是叫做LispProcessor的檢測 所以叫Lisp 然後它沒有就是你一般的人 看得到什麼operator跟operator 然後另外就是 其實以前Lisp剛開始發明的時候 是有分兩種expression 一個是叫metaexpression 另外一個是叫S-expression 那S-expression就是波蘭表示師 所以是Poish notation 可是以前雖然有metaexpression 但是後來主流變成S-expression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Lisp Lisp的樣子就是S-expression 也就是波蘭表示師的寫法 然後呢 所以第一個主題就會開始講說 那個Symbolic Expression 這個就是S表示師的簡單介紹 那在講那個S表示師之前 所以我可能還是要先提一下 有一些歷史因素跟我名詞的 名詞的有一些曲捨 那古早以前那個Lisp 有一個最小單位的名稱叫做Altan 可是在College裡面 Altan這一個用詞 被拿去Concurrency的名用 所以College裡面最小單位是Symbol 加除了Symbol之外的其他東西 就是包含值啊 Special Form啊 或是Macro都是叫Symbol 所以再加上Symbol 就是最小單位 就是最小可以使用的單位這樣子 那其他那些Special Form跟Macro 其實你不用在意他沒關係 因為我去找了一下 現在College主流的社群 其實沒有很care什麼Altan 或很... 就是他們不會在乎說以前 Disp古老的那些用詞 甚至以前Disp有一些什麼CNR CDR的這種 這種Special Form 在College裡面都見 那如果沒有聽過Disp的話 就先不用在意那種沒關係 所以我只要是在講說 Symbol這個就可以把它當成是最小的單位 也就是沒有花號的東西 有一部分是Symbol 另外一部分就是C 還有那個Macro跟Special Form 然後那Symbolic Expression 剛剛有稍微提過 很簡單是S-Express S-E-A-S-P 所以等一下我可能會都用簡稱 然後呢 College裡面 College文件裡面他會寫Express 就是Express 那在College的文件裡面一些膠絕 他只要是Express Expression 他就會用第二條那個S-E-R-S這個簡稱 然後之前我是講說 Express Expression是最小可以被選擇的單位 可是這個其實不太對 那名詞上的話 我們先不要再太注意 以前Disp的那種規則 然後現在這張圖就是 檢視一下看一下就是什麼是Symbol 然後還有這個Symbol之外的其他東西 跟Express Expression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Print 我就說他這個Symbol 那Symbol的Symbol其實就是那種 可以被你定義 他有點類似指標 或就是一個符號指向另外一個Undure 或是指向一個Foundure的東西 我們都叫他Symbol 那第二個東西是SpecialPoint 等一下會介紹他 他其實也是一個不可被分割的單元 但是他又不是Symbol 那以前在Lisp會叫他好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Macro 他跟SpecialPoint很像 第四個就是我們的值 那值以前在Lisp的世界也是比較好的 可是在Croachers 其實我找不到就是主流的名詞可以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會說Symbol加上Symbol之外 就是最小單位東西整合起來 可以只要不是Lisp 只要不是Lisp的東西 那其他的就可能就叫他不可名狀之物 然後剩下加上Symbol 這些都是不可被切割的單元 那下面的東西開始有括號 就是可以被切割的單元 就是像Print後面加一個字串 他可以被切割成Print跟組字串的字 那這種東西加上括號就是S-Inspression 然後再來就是 下一個東西就是Croachers的資料結構的其中一種 叫做List 那你可以看到說List是我括號的語法 前面再加上一個Quad的符號 然後其實啊就是整個Croachers的語言 所有的語句都是可以用List調式的 也就是說上面那個Print 我其實可以在前面加一個Quad 它就變成一個List 那這個東西的用法是在Macro裡面 你可以對這整個資料做語法上的操作 所以其實那個List系的語言 都會有那種Code is Beta Beta is Code的特性 那你可以把程式碼當成資料操作 也可以把資料當成程式碼 這是List系列語言的特性 然後第三個也是一個S-Expression 可是它的結構就複雜很多 它是一層裡面再包第二層再包第三層這樣子 那這種東西外層那個我們叫它S-Expression 那一層的東西還可以被分割 我們都還是叫它S-Expression 然後直到它不能分割 那它就可能是Simple或是Special法 或是Macro甚至是X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大致上應該可以了解說 Culture整個預法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規則規則沒有很複雜 然後再來是稍微提一下 Culture的Data Structure Culture基本上內建就是四種Data Structure List Vector Hatch Map跟 Set 那Hatch Map我先講一下Hatch Map可能 就是很多地方可以刻印 比方說是Tython的Dictionary 或是Galascript的Json那種表達法 那它就是類似那種東西 就是有KeyValue 然後Set的話它就是一個 你放進去重複的東西 它自己會幫你去掉重複的 重複的值 或只是重複的符號 那它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很輕易的轉成List 那前面兩個會比較容易搞混 就是List跟Vector 然後List其實就是 我們看到圓括號的東西 那它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那個LickingList 所以你加東西 你add一個新的東西 它是會add在前面 然後Vector的話 就是比較像Array 你add的東西 它是接在後面的 所以它們的差異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KeyValue 它為了理智性的關係 所以這四種Function 大部分的Function操作 都是call同一個名稱 都是call同一個Symbol的 所以也就是說 你對List跟Vector做同樣的方權操作 它們加的地方會不一樣 那其實這個就稍微注意一下 或是選擇你想要使用的東西就好 然後這個是List的範例 List的範例 前面看過的是quote加上括號 然後後面是 裡面是可以放數值 或者是甚至ListExpression 然後它是可以重複的 再來是Vector Vector就是方括號 也是可以出現重複值 不過它加上提升加在後面 再來是HashMap 那HashMap這邊 就是1234前面那個冒號啊 在cowager裡面是 叫做 那個 叫做 所以其實那個 那個先不用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有興趣 就要學cowager的話 之後再來 了解 那個東西 是什麼 然後現在就是set 那set就是 我顯示的方式就是 我們 重複的5都被去掉了嘛 其實你一直把set在裡面加5 它就不會再出現 它就只會有固定的 固定的一個5 這樣在裡面而已 那接下來 需要講一個概念 叫做Evow Evow這個概念就是 Cowager既然是 它有sExpression 跟它最小 最小不可非能夠的單位 那這些東西 都可以對它做Evow 比方說 100 這個是一個數字 你對它做Evow 你就是得到100 那一個Stream 你對它做Evow 就是得到Stream的那個數值 那接下來 下面這個東西 所以它Evow 它會直接後面這個 那Evow的規則要看說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然後它就會做相應的動作 可是這個等一下我再解釋清楚 就是它 它怎麼樣判斷說 第一個 第一個 那個Symbol是什麼東西 還是它第一個不是Symbol 這個都有特殊規則 所以 在Cowager裡面所謂的語法 你就是去學習 那個Symbol 或者那個Maker 或者那個Expression 到底是什麼功能 就會是 就是決定Cowager的語法 那下面這個 它就是導過來 所以Range100 稍微講一下 Range100 就是 我從 從給定一個數字 它會從0 產生到那個數字 這樣子 然後 後面就會有Reverse Reverse就是把它反過來 再來就是大家常見的Filter Filter就是 你可以把 第一個參數放一個function 第二個參數放一個list 它就會對那個list做操作 然後就會得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例子是 我在裡面去Mod3 如果等於0 然後就留下來 那它就會變成3的倍數 這樣子加上去 那接下來就是 一個包兩層Expression 那其實上面那個圓圓 包兩層Expression 不過 這邊的東西 展現了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 度這個東西 它稍微有點特別 那等一下會講到 所以它的 比法規則就感覺上 跟上面有點不一樣 就是 它為什麼可以 執行講 Expression 這就是等一下會講到的東西 那再來 稍微掃一下 等一下看的 其實大部分就是 大家看到的 就是都有 可是有一個東西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叫做Near 那Near其實就是 其他語言 目模的 目模的概念 可是 在golem裡面也是叫Near 所以就是 有些語言 它會故意叫Near 這個 這個字 no 對 不能唸入 我們就唸到 然後再來下面有一些 像simple剛剛講過 然後keyword keyword keyword就是剛剛那個 hashmap裡面出現 有個冒號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reviouspression的pattern 所以reviouspression 也在內建 內建在culture裡面 那主要大部分 常用的data type 就是這些 然後literal literal 意思就是說 你寫那樣子的東西 你看就知道 它不用去特定 標示它的type 那這邊就是稍微看一下 其他data type的東西 然後culture裡面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可以直接使用java的東西 像java的longmax longminivalue 那這個東西就是直接code java 所以culture 可以直接操作java的data type 來使用 甚至是java的option 那這是culture的一個優勢 那再來是bigint 後面只要是數字 後面加一個n 它就會是bigint 那這個int 其實就是對應到java的bigint 再來是rootpoint 其實只要是點就好了 它其實對應的就是java的 double的adject cap cap 那其實就是一個反結線 再來就是子串 這很常見 然後布林枝 再來就是一個空枝 然後symbol symbol其實呢 就是你看到大部分東西 都是symbol 那這些名稱其實 我好像有寫到一些錯的 沒關係 那主要 在culture裡面操作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symbol 所以你可以定義自己的symbol 然後你可以使用library的symbol 那這些東西就是有點像是variable的概念 那再來是keyword 就是前面加一個冒號的東西 那接下來要講的主題就是比較相關於語法 畢竟這個是一個介紹性質的talk special form function 跟macro 那這三個其實實用上都是一樣 就是你把它放在括號的第一個位置 對第一個位置 那再講這些 這些主題我要先講一個就是function 但是function要先講到s expression的規則 就是首先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括號的語法 那我們可能有四個single在裡面 我們先不要管 四個東西在裡面 我們先不要管它是single 還是special form 還是nevo 甚至還是它的數值 那你只要知道有四個東西在這裡 那這四個東西在s expression的基本的規則 其實就是你對這個s expression做evole的時候 它就會看說第一個參數到底是special form 還是nevole 還是function 那我們這邊假設它是一個function的話 那接下來它就會取evole第二個參數 然後再有evole第三個參數 evole第四個參數 再來呢 把這些東西當成piritor 放到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認定它是function的single上面 所以呢 只是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比方說加約三四 那加是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第一步還是去判斷它 那它到底是special form還是meco還是function 我們這邊已經知道它是function了 所以呢 它就會去evole第二個東西 第二個東西是數值 所以我得到一 第二個東西 數值 得到二 然後得到三 得到四 那因為第一個 第一個東西是一個function 所以呢 我把這幾個 這幾個東西當成參數放到加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可不可以的文件上會寫這種的表示式 這種表現是第一個就是說 它接受0參數的東西 或者接受一個參數的東西 接受兩個參數的東西 再來接受兩個and more的參 and more 所以它會變成是這樣子 就是1跟2是x跟y 然後剩下三次就是more 然後在more裡面其實是一個list 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先不管它裡面是怎麼10做的 總之 就是 會用這規則進去 然後evole這個function 再來就會得到10 那 你在裡面 等一下我是 好 我寫錯了 對不起 這個 有修正夠 沒事 對 是10 沒錯 好 所以呢 經過加這個方便之後 能得到10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 s expression的一道過程 可是呢 我們要看一下再複雜一點的例子 就是比方說我裡面第二個 我裡面有一個參數 有一個東西 它其實是另外一個s expression 那它會怎麼做呢 第一步一樣是判斷說它第一個是不是function 那我們加法是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看在後面一個東西 這個是 evole是一個e 那接下來它看到第二個東西 它把一個可以再分析的東西看成一整體 所以呢 看到這個括號 然後一個型號 然後在22 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進到這裡 把它當成主題 然後做evole的規則 那就會看到第一個東西 是不是special form 還是necro 還是function 那信號在closure裡面 是乘 乘的function 所以呢 它就會去做 它已經分析它是一個function 它就會去做evole 第二個東西 evole 第三個東西 那接下來 因為第一個是function 所以 它就會執行function的規則 那因為有兩個參數 所以是x跟y 接下來就算到4 所以呢 原本內層的東西 就會被先算過 然後接下來就是evole 剛剛剩下的那個 那我們得到是3碼 所以呢 這邊就會回到 原本我們前面第一層的規則 所以是x跟y 然後後面的more 最後就得到8 這樣子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list 我講closure就好 closure基本上一個 運算的規則 所以呢 我們都是看第一個參數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function 所以function的部分就是 看方前的定義 然後去決定說 它到底是使用哪一種的規則 然後 如果說 你還是對這個有點太懂的話 其實 我覺得這個東西大家其實 會蠻常看到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說 你有在寫share script 然後寫稍微複雜一點的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用到一個功能 叫做command substitution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就是你 用一個前號加括號 裡面包的東西會先算 然後算完之後再當成參數給外面 那這個規則 其實就跟剛剛我講的list 因為culture的function evaluation的規則很像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如果說有在寫share script的話 可能會 對list 是這種規則 稍微熟悉一點 那我們就把這個function 當成list的基本規則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看說 那到底macro 跟spatial font是怎麼回系 那define function 我就先不講 spatial font 這邊 其實 我先列了幾個基本 那這幾個基本的 為什麼spatial font叫spatial font呢 原因是因為你不可以自己 定義spatial font spatial font在culture裡面 它是在culture source code裡面 在定義的 所以這種東西是 你一定要去 source code裡面加 才有可能 可是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每次自己去 view一個culture的版本 對 這邊先提一下 culture其實是一個java的程式 那所以它可以放在jvm 它其實原始的那個 compiler是用java線 那所以culture在run time的時候 會被view成vital 然後就跟著jvm一起去做 所以呢 spatial font 就是原本交到內寫的東西 而且它是在culture的 程式版內包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 定義spatial font 然後spatial font 為什麼叫spatial font呢 原因是因為它的規則 就不是剛剛我講的 functional的規則 它的規則比較特別 比如說我想 def def是定義一個simple 用的spatial font 那我們這方面規則 它不是會把後面的東西 up當成參數嗎 那在這個規則下面就不是了 它看到def 是一個special font 它會知道說 這個是定義simple 等於後面那個init 問號的object 所以它會把simple 連到那個init 問號的東西 比如說我寫了一個 define add1 然後後面init的部分 寫一個加 它就會把add1 當成是加的那個point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我們常常會使用的if if 就是也是一個special font 那它的規則也是很特殊 它就是會 evolve第一個參數之後呢 決定第一個參數 到底是true or of course 然後讓它 決定程式 接下來要執行哪一段的special font 就我剛剛講的 if裡面通常使用就是 第一個是一個predictor 然後第二個參數是一個special font 第三個參數也是special font 這樣子 所以呢 假設說 第一個參數test的那個 最後結果是true的話 它就會執行then的那個s expression 如果是false的話 它就會執行else的那個s expression 然後else的後面加一個問號 它其實就是走regular expression的表達式 就是可以0個或1個 也就是說你可以if test then就好了 那這邊後面之後會看到那個 範例的層次嘛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點感 那其他有一些special font 這個其實就 就 我就先不細講了 就主要就是說 culture的語法其實就三種 function macro跟special font 那基本上special font 你記得那幾個之後 就可以開始解釋 可以開始解釋 culture的層次 然後呢 macro可能你不一定會用到 用到的時候 你可能用官方的就好 你還不需要自己定義macro 你就可以寫多層次了 然後function 是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東西 那像這邊就有一個 剛剛if可以看到的方便 就是if 後面第一個s expression 是小於 然後working hour per week 所以呢如果說你是 你前面這個是true的話 他就會執行第一個do 然後如果是false的話 就會執行第二個do 就是這樣 然後剛剛那個do啊 他其實就是 原本 原本在 if裡面 他只能 他只能 收兩個s expression 所以你如果在if裡面 想要多做事情的話 你通常 會在你那一組 true想要做的事情 前面加一個do 你這樣可以多加好幾個s expression 所以呢 大概就是 這些special point 那 如果說 這邊看完這個 有興趣 想要shakeholder 會後可以 就是找我們交流一下 然後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這邊就不能 細講介紹 好 那我們再講 macro 那提macro之前 我就先講一下 就是 就是 lisbon 就是XDAC 有一個笑話 就是後面會有一個括號 那所以官方有一個 很好用的macro 所以要萬一你看到 可惡覺得這種程式 你覺得很頭痛的話 在可惡覺得 官方有內建一個macro 叫做Threading Threading呢 就是把第一個 東西當成資料 然後一直 一直把他第一個參數 丟到第二個參數 第一個第二個function裡面 然後執行完之後 再把這個結果丟到 後面的function 那像這樣子就可以 可以變得 變成比較好看 那這個是官方 正定義的一個macro 所以這個macro 也會是你常用的東西 然後 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可惡覺得就是 三種東西 function macro 那這個fading 就是其中一種macro 然後他的 他的鋁法執行規則 也很特殊 然後另外就是可以提一下 macro在 可惡覺得裡面是可以 被你自己定義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創造 一個你自己的鋁法 這就是Lisper的特性 那可惡覺得 如果說你有學過Lisper 就是可能 他的功能是有點受限的 所以呢 呃 可能不能像 像Rocket那種 你可以甚至做一個 自己的語言 那就是 雷琳的例子 然後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可是這個 每次放任何語言 大家大概講 macro,reduce,duce 這個 就不用講了 我們講放任何語言 真正 在closure裡面 是什麼樣子 在closure裡面 重要 我們放任何語言 最後重點還是 combination 那closure裡面 要怎麼樣combination 我的function呢 第一個是compt 然後第二個是partial 第三個是transducer 那 因為closure沒有 像haskell那種 內建query 或是他可以把 map 多個map組成 一個map執行一次 所以會出現 他學的這個方法 然後 transducer就是要把 多個map 組成一次的 一個不種用法 那如果說 你有寫過 Dragscripten裡面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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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Ronda 裡面也有transducer 所以如果說 你有寫過Ronda 你可能會 覺得說 這個有點熟悉 好 那 趕快跳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的主題就是 EventMtool 那 在closure裡面 主流 基本上就是四種 inhaj 然後bscode emax 跟bin 可是呢 就是我覺得 建議是這樣 如果說你是 emax user 你才是選emax 如果你是 bin reuser 你才是 就選擇bin 如果你喜歡bscode 你就用bscode 如果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建議是用inhaj inhaj 就是user printl 而且他 對java的整合性很好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要用一些 java 的package 你會需要去看一下 java那邊是怎樣 那這件事情在 lin或是emax 都不太 不太好用 然後呢 它的缺點就是 它不是open source 再來是 vscode 那vscode 大家也知道現在它成長很快 然後它有很好的ecosystem 那在那個vscode裡面 我剛剛忘記提到外觀 inhaj 裡面如果說你要害怕culture的話 你要去 下 就要去用那個cursive 這個cadgeting 然後呢 vscode呢 就是用kelzah 那vscode的缺點其實我是想得到 因為現在太途流了 然後呢 lin的話 導致講b跟emax 就除了酷之外 我是 沒辦法強迫大家去用 那我自己是emax user 所以呢 就是 我也只能說他酷 因為沒辦法 讓大家學emax這樣子 因為他其實真的不太好學 然後呢 大部分culture人 其實用的是emax比較多 第二多的應該是inhaj 因為有些culture library 需要用java 做整合的時候 inhaj其實會比較好用 那所以呢 建議還是選擇你自己善用的工具 如果說你是喜歡vscode的話 盡量就去用vscode 那現在vscode的bug in 現在還有一點 對culture的bug in 對culture的bug in 還有一點就是缺點 所以 你可能在等一下生態系 再發展一下 他可能會變好用一點 然後呢 其實學語言這件事情啊 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工作 就是這個公立主義的社會 所以呢 所以呢 給我這邊有沒有工作 在台灣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我就盡量整理 如果說明天給我工作幾個人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如果說會後有問題的話 就 我會在那個JVM的餐位上面 所以可以到時候直接 直接下班 謝謝 謝謝